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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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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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今天晚上会把这个单狗结束 就把平台币赞 现在有上交易对了吗 目前还没有 我们的平台币目前是除了在官方完成任务获取之外 没有其他任何途径可以获得 OK好那就是平台币就是可以大家可以去参与什么用户挖矿是吧 大家可以用好先继续 对说平台币对不对那我也要我不打广告 不不我们主要是打广告 但是我要发红包的时候才有用啊是吧 对那我应该要推荐一下我们的那个就是我们平台的 关于上币投票的拖腾 然后我们的那个就是VPC 然后目前呢就是我们立刻马上应该就会有那个开交易的 开交易的计划对 但是在我们的OTC市场呢 目前也有也有也有可以买到 对对对是的 大家其实可以多关注一下 很多朋友我好几个朋友的那个B都在你们BGZ那独家上的 那个我还对你们投票制度还蛮感兴趣 继续我们继续 如果非要推荐的话 只能推荐我在前期投资被锁仓 然后在一季度返回到我手里的一些垃圾币 但是我不能这样去做 所以我一个币都不推荐 而且在这种流动性缺失的市场环境下 大家一定要谨慎 没有什么抄底不抄底 这个东西完全是蔡英币在赌博 与其在这个市场上去赌博 你不如到澳门去赌博 对不对 开开心心去赌博 合併在这7分24小时的受苦受累 OKOK 我对这个答案特别不满意啊 我觉得是很多人就说 请问下一个牛市在哪里 问我下一个牛市在哪里 然后我说熊市就应该做空挣钱啊 没有什么道理的啊 就是我觉得如果你推荐USDT 我就能放过你 我之前是换成USDT 但我发现USDT有个问题 不是不是不是 是境内的USDT 有的一些境外交易所转不出去 是的 就是JB交易所好像USDT就不让你转出去 然后ZigOne也做了一个 YAC20的那个USDT 所以说还是有些坑的是吧 对对对 所以说这个这个不让你逃过去 但我你好好想想还有 继续我们 我可以在后面补充一下我的看法 好好好 继续好 我觉得志宏刚才问的问题 可能大家没听清楚吧 志宏问的是我们推荐一个区块链的资产 对对可以是资产可以是资产 然后连着三位回答的都是B 区块链的资产就是B 那这个论坛好像也没什么价值吧 我觉得 就是我觉得他提的问题是区块链的资产 我不知道自从自己明白 你刚才问的那个问题到底是什么 所以区块链的资产到底现在是什么 我觉得其实我已经听了两天这个论坛了 我觉得还有比我们 我是干娱乐行业的啊 以前我也在互联网干了很多年 我觉得还有比我们娱乐行业更不靠谱的行业 就是现在的区块链行业 还有B圈 还所谓的一些所谓的链圈 这个就是我不推荐整个东西 因为我觉得毫无意义 就是但是呢 有些资产 你刚才说的区块链资产 应该真的下手去抢的东西 各位现在如果有聪明人 如果你经历过99年 95年开始那一波 你应该现在去抢什么 抢用户抢流量 所以我觉得所有东西都不重要 哦很棒很棒 资产应该想清楚资产本身的价值是什么 OK继续 我觉得我还是偏技术嘛 所以我站在这个技术角度去看 还是要看社区 因为毕竟区块链这个东西 大家之所以去信仰它 就是因为它的去中心化 那么现在有多少区块链项目 是真的能够做到去中心化的 这个大家应该可以感受到 对吧 所以要我现在去推荐的话 我仍然推荐比特币 我认为它的社群 现在仍然还是牢不可破的 是的 我跟它不一样 我偏金融 我觉得区块链资产 对于很多人来说 包括我来说 唯一的购买途径 就是通过币 对吧 所以其实说 刚才徐老师说的 我问了区块链资产 很多人说用币的形容来体现 我觉得这也是可以的 要我推荐的话 我就推荐每个人可能习惯不一样 就买自己看得懂的 买自己看得懂的资产就可以了 那您有什么推荐 我是记下来的 还是这样 跟这些偏好不一样 比如说你风险偏好强的人 不是你的偏好 我的偏好 我们不在乎大家 大家不见得多参考你的偏好 那肯定了 跟前面各位比较像 我是偏金融的一个人 那我们平台也有代币 平台代币在某种形式上 更像是牛市里面的券商股 是吧 在一个大牛市即将来临的时候 或者说某些一定会来临的时候 一定是肯定有很强爆发潜力的一种 区块链最有价值的资产之一 而另外一个对很多人来说 那BTC肯定是一个首选 基本上 OK 有两个推荐BTC的 大家都记得 就是很集中 今天很好玩 我们你坐这来好不好 你坐这来好不好 就是我们在这边 左边这三位呢 都是开交易所的 对吧 右边这三位呢 有的是这个 呃 链是吧 有的是 有的是为交易所提供送水服务的 哈哈 那个 我又来说说 我们今天的主题叫什么呢 叫做 交易所眼中的好的资产 那我们今天来听听三个交易所 他们觉得 什么样的这个区块链资产 或者说说的简单 什么样的token才是好的 区块链的资产呢 为什么有以前的提现呢 我们聊这个 我觉得其实这个问题问得特别大 呃 其实交易所跟所有的用户行为是一致的 用户觉得好的资产 交易所认为一定是好的资产 而且好的资产在各个时期呢 可能表现的形式也不一样 好的资产呢 过了时间段之后 可能变为不好的资产 我不知道这么说 是不是打得太急是吧 一定是说US吧 等等等等都包括了 刚才比如说 那个这位朋友说的 像很做娱乐行业 对不对 我举个简单的例子 原来娱乐行业 一个明星叫华谊兄弟 那在14年15年的时候 绝对是No.1的好的资产 但到今天来说 就不一定是非常好的资产 对吧 就看什么时间段 选择什么样的一个资产的配置 我首先觉得如果这个分离比较大的话 我笼统地说就是 用户最喜欢的资产 最安全的资产 对消息来说 一定是最好的资产 我觉得就是从我们的角度 从我们交易所的角度来看 包括我自己看过的项目 苹果的项目 也都超过上百个了 其实我觉得再分两块 就是第一块的话 我觉得从那个就是基础量的角度来说 那也就是说现在市场上 大家可能都会看到 或者是说比较觉得好的一些公链项目 对 那这个层面的话 这个层面的话 其实更多的是说看团队 看技术 同时我觉得 就是说很重要的一个指标 如果从用户的角度来说 其实就是说它的一个社区 包括它的应用 那另外一个点呢 是说从应用链的角度 那应用链的角度 我觉得这一块 除了是说我们也会考核团队 或者是说它的技术实力以外 其实我觉得更多的是说是拼资源 然后另外一块呢 还有就是它的应用场景 如果说这两块能打通的话 那本质上来说 我们认为它是一个有潜力的 或者是说未来有益西 就是发展空间的这么一个 区块面资产公司 对 谢谢 我觉得这个问题 如果要试问我们创始人 黄建 或者试问东书 他们肯定有很多 专业角度的解答 我呢 我没有选过一百多个项目 我们交易所也刚上线 那我从我自己这个角度 从我和他们交流里 理解出来的 我认为什么样是好的项目 我觉得首先 我们要 我们之所以做成 就是为什么利润百分百回购这个机制 就是我们内部有讨论过很多次 关于就是 我们都看到有很多好的项目 可能都会因为 像交易所这个事情 受到很大的阻力 会有很多困扰 那一个坦坦实实在做事情的项目 他又不得不分出很大一部分精力 去上交易所 那去谈各种各样各种各样很索费的事情 那这个过程又会阻碍他们自己本身的发展 我们都一直很想做一些事情 能够让这个生态发展的更健康一些 那但是 所以我们想 我们可以 我们或许可以 我们目前这段就是不收上币费 我们马上正在开启一轮 全部完全免费 不需要消耗token的投票上币活动 大家觉得好的才是真的好 那之后 我们一定会有一些 越来越丰富的一些活动细节 我们我不确定 我们未来是不是会一直不收上币费 但是未来 那我怎么样保证 我真的是在真正帮大家挑好的项目 只能是 我把我所有的利润 全部都出让出去 我的利润全部出让给所有平台币的持有者 因此我没有必要有私心 从每个项目上去获取利润 只有把整个生态 把我们YX整个 看成一个大的社区 这个大的社区发展得好 每一个人才会更好 那我觉得对于好的项目来说 在我眼里就是 越大部分人支持 他们 首先这个项目对外展示的内容 必须一定是真实的 在真实的基础之上 大部分人都认为 我愿意支持这个项目 即便它有可能失败 我也愿意支持 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好的项目 比如快播的王兴和乐视的贾跃亭 如果他们愿他们发token 我们肯定百分百支持 我不见得支持 就是我 对对对 我是很愿意做假月亭 但是我没那个本事是吧 我PPT写得很好 但我不会会计是吧 就是做假站的能力没有太高 但是实实确实来说我是不愿意的 我觉得 我明白明白 我只是说就是 我们只好可以作为一个平台 可以把这样一些东西 展示给大众 大家可以自由去选择 我是否愿意支持 但前提是我必须得 经过非常多道审核 所有这些项目方 对外展示 经过我们展示的消息 一定要是公开公平公正 完全同意的 好 谢谢 我们刚才有交易所聊过了 他们眼中的项目 那我们这边 作为上下游 供应方 作为这个项目方的代表 你们怎么看你们眼中的交易所 其实这个话题挺难的 因为把大家没聊几分钟 就已经聊到看手机啊 聊天啊 包括主持人 也都开始走神了的这样一个情况 对吧 所以呢 就是说 评判的标准是不一样的 那第一位先生分享的很好 就是大家都是做金融的 从金融这个角度 那就比较俗 只能用 非要去归结到一个原因 那就从赚钱效应 因为每个人的评判标准不一样 但是对于您投资的标的 您有了很好的回报 以后 您至少不会认为 它是一个坏项目 垃圾项目 这个道理是一个坏项目 然后也给了各种各样的币 其实那时候心态很平和 就为了当一个入门的门票 然后来去体验一下流程 但是没想到从回报率的角度来说呢 这些都是好项目 特别好 所以从此以后就开始 因为没办法 逐利的趋势 也开始投入到了研究 在业余时间 基本上都在去用来测算模型 所以说 在经过这么长时间 也不算长啊 其实发现了 最后跟我们的金融 还是有一个本质的一致性 那就是流动性 在流动性充足的时候 你去做判断 才有价值依据 就像94的时候 大家肯定是 在场的人应该都经历过 也不是很漫长 那时候呢 就是因为突然的这种消息层面 包括交易所的一些反应 导致了市场的流通性突然不足 但是后边马上随着一些交易所的开启 市场的流动性持续的回暖 在连续观察七天之后 当时我们做出了一个 偏向于激进的一个决策 果断去充当LP 鼓励基金去抢份额 什么项目能抢多少 就抢多少 那时候评判项目好坏的标准 其实很简单 十倍收益以上还不错 十倍收益以下单说不提 到了去年的一月份的时候 就是那时候突然发现 流动性有一定的紧张 但没有到不足的那种程度 比特币跟以太坊有下坛的趋势 但是不敢说是否是真的下坛 因为它在后续有回调 所以在那个时候 我个人来说我比较保守 二级市场的一些情况 各自认为是比较好的 还依然站在手中 但是一级市场坚决不投了 因为二级市场的流动性没有了 一级市场就是扯淡 对 所以那时候就是能退的就退 无条件地争取去 不要脸皮地去争取去退 所以那时候也伤了很多跟基金之间的和气 但是现在来看呢 大家的关系反而比以前更好 包括在今年过年的阶段的时候 当时也在三点钟也比较火 然后那时候大家也在讨论的比较热烈 那时候不敢公开地发表 在大佬面前发表任何言论 只是在不知天高地厚地提醒身边的朋友们 流动性还没有明显地改善 不要着急入场 不管 然后这一块呢 就是关于这个流动性 还有就是一些具体的情况 其实说复杂也复杂 说不复杂也不复杂 这里就不展开讨论了 也不敢公开发表什么高谈阔论 以免被别人怀疑为是你的好作呀 或者是你是一个托啊 这块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微信私聊 然后也可以到Mustex的官网 给客户发邮件 我们奉上详细的邮件信息 您简单介绍一下Mustex Mustex是这样 是这样 因为以前我们确实是一家交易所 而且在这一块的话 付出了很多努力 但是有一个决策性的错误 就是刚才我提的那个 做钱包的那位同学 我非常的佩服他 因为我们当时在 放弃中国用户的时候 是真真正正地去做了一拨海外用户 入口太难了 转化率起低 就是各种各样 币圈能用到的方法 什么社区运营的也好 或者当地的黑的白的的一些渠道 都用到 还是效果不好 所以这一块已经错过了市场时机 再回来做国内用户的时候 已经来不及了 那既然这样 刚才也提到了 市场缺乏流动性 所以我觉得 为什么要做Mustex 有两方面原因 第一 交易所是整个市场流动性的 直接载体 94已经印证完了 这一波 我相信他一定也是随着大批量的交易所赛道的涌入者 这个赛道在变宽 那这个行业就有机会 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现在目前全世界数字资产持有者的比例还非常的低 只是千万级的一个量级 真正那些有流量转化能力的公司 像这种媒体公司 像这种游戏公司 传统的互联网的这种高入口的公司 在合规性的背景下 如果他进入这个赛道的话 那用户数量发展到一级数一级这个级别的时候 市场可能会面临着下一次大的爆发 所以说这时候 再回那个时候如果发生了 再回头去看 九月份 还有说今天一季度的这个涨涨跌跌 那可能只是一个小幅的震荡而已 这个不好说 不能妄加评论 从来不要去 不要去用现在的表现去评判历史的预测 也不要用现在的猜测去否定未来 因为不同时间段 结果的表现是不一样的 这一块最近圈内吵得比较火的 就是我们朋友写的一个2017年ICO的一个回顾 这里边把公司基本层面的一些信息 写得挺露骨的 但是有些内容确实比较真实 另外一块 我个人这块 也有一个很不错的朋友 做了一个公众号 叫提出说笔 澄清一下 这个不是我写的 因为我没有那个时间 天天去发文章 然后他的大部分观点 我觉得还是比较中立客观有良心的 然后有些观点 跟他就是在预测层面也有分歧 而且也验证过 在不同的时间节点 时间周期下 结果的对错是不一样的 没有谁对谁错 所谓的这些预言家 然后分析师 其实在我眼里更像是心理学家 算命先生 没有百分百的对 也没有百分百的错 对吧 只要我能抓住客户的心理 说你们想听的话 那我就一定是能受到大家追捧了 对 我大家明白了 谢谢 我们接下来 来自于版权方的 我不是版权方 是我只是参与了一个项目 其实我有一个很大的疑问 我们后面两位嘉宾 都以顾问的形式出现 我想问一下 这个是因为何归的 法律责任 对对对对 因为这家人考虑好多人的名片 都写着叉叉顾问 叉叉顾问 其实是因为 不知道吗 从去年开始大家都这么干 可是这几位 这几位全给我的名片都是CEO或者CXO 那估计他们都是外籍吧 他们应该都不是在中国待的吧 你们有海外身份吗 没有 那你们很勇敢 胆儿比较大 是这样的 因为 老师姐 我回到你刚才说的那个问题 就是好项目 我觉得好项目也好 交易所也好 我现在不提这个问题 我觉得我先 我这两天最大的感受是 王峰老师在这做这个活动 太棒了 而且他直接回答了你的问题 这里是什么地方 天上人间 我有幸在以前我来过这里 所以我知道这里 然后 昨天 我们没有来过 昨天廖大姐 我们在朋友圈里开玩笑 我说 哇操 这个地方太牛了 天上人间 他一下子回答了我们现在的币式 然后我们的练圈的所有的解答 从天上回到人间才是最正确的选 我说以前是天上 现在是人间 对 然后我 廖大姐说 以前是天上 现在是人间 我给他回了一个 如果再不改变 过两个月 全都生鲜 所以 我觉得 王鹏老师在之前 我在几个星期 两个星期间 我就跟他沟通过 包括昨天晚上 或者昨天晚上 跟我说 不要着急 什么交易所不交易所 不要care这个事情 包括我的一些合作方 天龙 他们这些人 搞技术的 纯搞技术 包括的CTO 他也是跟我说 什么交易所不交易所 我们不care这些事情 我们把我们的用户 做好 把我们的供应商服务好 把我们的用户 让他赚到钱 让供应商赚到钱 够了 你在你的应用的 那个app里面 app里面 你去加一个交易队 你就是交易所 你无非只有一个交易队的交易所 这有什么 好在去天天拿4000万的商批费 去交给交易所 我这好奇怪的一个事情 就是那个是2月份之前的一个状况 包括前两天 红太基金的一个合伙人 跟我发信息说 你知道帅出那个事吗 我说我不知道 然后又给我说什么 你知道谁谁 说那个现在 我不说了 在现场我也看到他 所以我也不方便 讲这个事情 我说的意思是说 在2月份之前 或者3月份之前 这个行业充斥了大量的 写宗教白皮书的人 然后写一个 在世界地图上画一个点 然后就说这个地方是我的了 然后就开始收所有人的钱 然后我觉得 我觉得这个东西 就是在写宗教嘛 然后你让别人来相信 你洗脑的一些东西 搞个是50页的白皮书 然后别人觉得你很专业 然后让别人来买你的币 买完了以后就上交易所 跟交易所沟通起来 然后下面送多少钱给交易所 然后就开始忽悠不久 你一直在强调用户 你说的用户到底是韭菜还是用户 所以我参加在班两天的会 我第一次参加这个会 我前两天 大概有两桌前 一桌前 在韩国有个首尔的一个会 我去了一天 我没有去 然后就看了一眼 我就走了 然后我就去谈版权方了 因为我投了版权方的那个链 我就去谈各种版权方了 我一天都没去参加他们的会 因为我觉得有点像堂会 有点像过去的 那个什么传销 就是你要但凡告诉我 你现在这个项目有5000万用户 2000万用户 行 我坐在来听你讲 一个用户没有 写了50页白皮书 找别人要两个亿三个亿 凭什么 我们这些人奋斗了四年五年 我们公司才值五个亿 这就是为什么我刚才 有回答你的问题 说我不敢挂CEO 我也不敢挂什么投资人 我就写顾问 为什么 因为我公司自己 哥们儿有一定的体谅 万一政府说卡我 通知我 那我咋办呢 所以我只能挂顾问 所有我们的投资方全挂顾问 而且我们投资方 都是各种上市公司的老板 谁敢挂什么投资人 对不对 你不是等着别人的差距吗 所以各种上市公司 主体比较大的公司 现在全是按顾问的名义来挂 包括这些现有的 我们投资项目 全都是这样 就是大家实际上 都在偷摸着干活 但是没有人天天的去嚷嚷 这是一店 我觉得现在干活 就正经八百 应该真的去拉流量 拉用户 别一天天想着交易所 交易所有啥用呢 根本没有交易量 那经常大半夜三四点钟 一看平仓了 不动了 为啥 全是机器人前面的交易 这个问题 熬夜熬到三点钟以后 人应该都知道 我前两天有个三点钟群的 一个什么创始人 把我拉到一个什么 他这个小群里面 两三个人 然后他的一个什么副手 把我拉到他群里面 然后跟我聊 上来第一句话说 老谢我不看项目 我说你不看项目 你看啥 我说你这不是屌丝逆袭的 一个思维吗 就是你在半年前可能赚钱了 现在变成三点钟群的某一个什么联合创始人了 然后觉得自己很牛逼的 世界中心了 你不看项目了 你看交易所 你是认识哪个副国籍 还是认识什么 柬埔寨的亲王 我们在准备一个柬埔寨的交易所 我们认识亲王 但是我们也没说我们不看项目 不是扯淡的事吗 你不看项目 你现在天天看教育所 交易所 真的有价值交易所 能有几个呢 对不对 所以其实未来的交易所 包括现在每个人在做钱包 我昨天还回答一个朋友的一个问题 他说钱包的价值 未来都会很大很大 刚才有一个人说 他说钱包未来可能会变成交易所 没错我同意 但是 95年到99年到2001年的时候 死了多少邮箱啊 现在的交易所 你搞的钱包 不就是相当于当时的邮箱吗 每个人都可以做钱包 每个人都可以做邮箱 当时就剩下几个邮箱 剩下的邮箱是有应用场景的邮箱 QQ的邮箱你在用 对不对 Google的邮箱你在用 那是有应用场景 没有应用场景的邮箱全部死掉 现在没有应用场景的钱包全部死掉 我不会觉得有多长时间的 可能一年之内就会死掉了 只要 比方说钱人的猎豹 说他要做钱包 我觉得很牛逼 首先他安全 其实猎豹有那么大的资产放在那里 他敢忽悠你吗 他敢从钱包里面说 我今天被黑客黑了 然后你的钱包里面全没了 他敢说这个事 他不敢 而且他有他的应用场景的络绎 所以我现在真的 我觉得太浮躁 真的太浮躁 回到老老实实干活的这些人身边 然后听他们在干什么 听他们在做什么 包括昨天火币的CTO也跟我说 他说 卧槽 我们公司那帮人天天外面瞎忽悠 只有我们这帮搞技术 天天在苦币在公司干活 我很尊敬他 我非常尊敬那个老先生 他们在三亚做海鲜盛业好像 昨天死神仔都去了 所以昨天那个HTG 他说李总他们都去那边了 然后只有他在这带活 我就很尊重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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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哥 你刚才说这个我感触非常深 因为我们老大现在正在参加海天盛业 我就被留到这来跟大家聊一些事情 我跟各位可能风格不一样 因为我还是天产品技术的 所以说刚才其实你们聊那些呢 我觉得可能大家关注点还在那一块 那我呢其实觉得作为交易所 我更愿意把它类比 类比为还是那个咱们传统的券商那种交易所 这样交易所 那你要看上面的好项目呢 你肯定要从这个项目本身 或者说所谓基本面去看 对吧 那作为一个区块链项目呢 你又没有说是作为一个法员啊 一个公司啊 做盈利 那他就看你这个项目的设计怎么样 你的技术怎么样 你的团队怎么样 所以我觉得吧 就主要我谈三个方面 第一个应该是说 看这个项目它做的方向 我认为现在比较有价值的 就还是去做这个基础设施 因为这个未来的这个数字世界 现在其实正在加速往那边来 但是这个世界还非常的薄 就是你把它比作一个生态的话 大家现在扎的根都很浅 因为很多东西还没有 比如说互联网 咱们有阿里云 咱们有那个 有微信支付 有支付宝 对吧 但是你现在在数字世界里面 这些东西都还没有搭起来 这个你在传统行业里面 再想去做的话 这个已经不太可能了 对吧 这个不管是牌照 还是说你的资源都做不到 但是在这个新的世界呢 因为它的规则变了 它的生产关系可能会发生变化 这就打开了一些缺口 就让一些新的玩家 有可能能进入到 这种基础设施的建设 这个怎么说呢 也不是说所有人都能有机会 这就是我想谈的第二点 就是说团队还有资源 我之前跟一些交易所 其实沟通过 他们对项目的评价 说我非常看重一点 就你们这个项目 有没有带着原来在互联网 或者说在线下的资源 一起来加入到你这件新的事情 这个我是比较赞同的 因为你在这个世界里面 说白了 这个区块链这个东西 并没有那么的高深 那么的就是说革新 它还是一些互联网技术 所以说它跟现在的互联网的一些产品 其实不空了 那你如果能有原来的技术 和原来的资源带进来呢 你做这件事就会做得比较顺 比如说我们做支付吧 我们做支付需要两方面 一个就是说解决跟商户端的问题 对吧 那商户不可能接受这个加益货币 那另一端是个人的那个转账问题 那这个问题在一开始 其实是不明显的 比如说比特币最早的时候 不管是速度还是转账的效率 都是很高的 但是越往后走呢 这个比特币现在又慢 又贵 对吧 那这个时候 你其实就需要去解决 它这边的问题 那另一边呢 那商户这边的法币怎么解决呢 你如果还是像原来一样 像比特币那样去建资金池的话 这样的风险就比较大 那作为我们来说呢 由于我们团队原来是做这个 非银行卡支付的 所以它的这个流程 就能非常好的去 让另一个人帮这个人代付 代付给商家 这样呢 就可以比较好地解决这个所谓的 这个法币结算问题 所以这是第二点 那第三点 我觉得也是最重要的一点 就是技术 技术深度 一定要做得非常深 就刚才我提的这个 就是说两个人之间互相转账 比较慢的问题 现在也就是说 大家不要关心的 off change解决方案 那当时在选技术方案的时候呢 有两种 一种叫做测链技术 一种是闪电网络 那闪电网络 其实也不是一个新概念 已经出来了 有个三四年了 其实LTC最早的时候 也跑通了一段时间 就包括以太坊 也有一个团队 做了一个叫雷电网络的项目 对吧 他注意他这个项目啊 他还发币了 所以他不是说 像那个经典的闪电网络的东西 但是比特币呢 一直没有做 就是因为那个交易延展性 已经解决不了 那8月份 去年8月份的时候 那个SegVate激活了 那大家才发现 这个东西 好像接下来可以用来解决这个问题 这时候我们呢 又结合我们之前的经验 你想 这边解决了 这边解决了 OK那两边一match 就能出现一个非常好的 能够做到完全去中心化的解决方案 所以如果你的技术做得不够深 你就想不到这种解决方案 那如果 没有足够的行业经验了 你也就没法对技术做升级 就还是举闪电网络的例子 就大家 不知道了不了解 闪电网络 其实它的经典模型很难用 比如他要求你每个人 都要host一个比特币成绩点 这在手机上 就不可能实现了 不管是存储还是网络 都受不了 那他要求每个人 传递交易的时候 都必须主动对这笔交易 进行签名 那这个在效率上 和大家的注意力上也做不到 这些东西 在你就是不去实际去想 我怎么做方案的时候 是凸显不出来的 你只是在 testnet3上跑那个测试 你也感受不到 但如果你一旦想到 你的用户要拿手机去用 你这个支付 真的去跟别人做交易的时候 你就想 我肯定不能让用户在手机上 跑过全节点 那如果我的节点能达到100万的时候 我也肯定不能用经典网络里面 那个全局的中心化的路由算法去购路由 我肯定要用分布式的算法去购路由 所以我觉得如果技术达不到一定深度 真的想把东西落地是非常困难的 只有对技术了解足够多 你才能跟你的应用场景 根据你需要解决的问题 甚至说 区块链这种东西是不是需要用 这个都另说 对吧 因为区块链是个很重的东西 如果我的东西 比如闪大网络的中间交易 我是不需要都记它 那我为什么要用区块链呢 对吧 我可以做个 比如说区块表 对吧 我只需要借鉴这个共识机制和分布式 我把这个链的东西 对对对 给扔掉 针对我自己的应用场景来定制 我自己的分布式方案 我认为这个才是最重要的 所以 非常好 谢谢 我补充一句 他刚才说的一个技术 我们现在看项目 特别简单一个判断标准 好多人过来给我拿项目 跟我来聊 我一看 我先看你这个 你这个用了区块链中间那个技术 还是说是你用了代币的机制 甭管是什么 你这两个东西加在一块 是不是能够负能 还有降耗的问题 如果你能够把中介 中介啊 我没说中心 区块链说什么 去中心化 都是扯淡 它会越来越中心化 中介 中介那部分成本去掉 如果能大范围去掉中介成本 你就是能够用区块链 去做这个事的话 那行 如果你去不到中介的成本 或者说你用区块链 只是登记了加密啊 什么这些东西以后 我突然发现你在互联网去做这个事儿 跟你那个功效是一样的情况下 你为什么 我就问你一句 为什么你要用区块链去做这个事情呢 比方说板权保护 很多人给我说 老谢 你们做的板权保护 那还有20个做板权保护 我突然想 这特别简单一个道理 那些所有的做板权保护的人 如果他要做的时候 他一定要想清楚 你是不是去掉了某些大的成本 如果你没有减掉大的成本 你只是跟板权保护总局那个官网一样 去对板权进行保护的话 那实际上毫无意义啊 那他拿手去登记一下 盖个公窗 这就是板权保护 也是一样的 你没有降低任何的耗能 你也没有附加任何的价值给用户 还有生产商 就是maker到user之间 你打掉了什么 如果你真的打掉了好 你大一趴 你把这一趴打掉的这些利润 让你给maker 让你给user 你这个是通过区块链打掉的 那就行 如果你突然发现 我不通过区块链 我通过互联网也能打掉 我劝你千万不要去搞区块链 因为区块链 这个技术是10年前的技术啊 它只是把N多技术 给合在一块 打包教育的区块链而已 这些东西的10年前都有 你如果能用10年前的技术 能解决 为什么现在要 装个区块链的名字 完全没有互联网的技术标准 那么成熟 所以这就是我 我非常同意 他刚才说的那个 巨高的成本 那个我再补充一下 他刚才一说 我想到一件事情 就是我们那个团队 曾经有三天时间 非常纠结 就是我们怎么才能 不发一条链 就把这个事做 非常纠结 因为我觉得 因为我觉得链这个东西太重 对于支付这样的一个场景 所以还不完全一样 就是我们看 我们的需求 就是到最后 我们当然 Walk app的一种方案 当然我们也是跟 那个咱们国内顶尖的 科研院所向 我们都在做合作 在签项目 都做合作 因为靠他们在 您说的传统互联网 这个科研这么多年 他们积累了一些思路 和一些方案 很多就结合我们的需求 一改 就能够用到 我们这个现实中 所以我觉得 就是您刚刚说的这一点 就是去 不要把自己 禁锢到一个链里面去 我跟白红的崔天龙 我们在一块看这些项目的时候 天龙他是 P2B技术最好的专家了 就目前了 因为王兴刚出来 我那个上司公司里面 最好的专家了 然后他是我合伙人 我们就天天一块聊技术 然后我一个搞影视的 我天天跟这帮搞技术的人 天会聊 然后我就觉得 我真的瞧不上那些 天天硬套区块链那些项目 然后天龙也瞧不上 因为他从十年前 都开始搞盗版 P2B的盗版 我说他是最大的盗版网站 所以他们变成了 P2B最牛逼的专家 好 区块链里面 最核心的一个东西 加密 分布式技术 P2B传输 这是最核心的三个东西 你但凡现在一个链 你告诉我 你是如果大规模的 都C端的商业应用 你把你的技术技术 放在你那个商业应用的交互层上 你这就是扯大 你一定不可能放在上面 你的链一定是分层的 你最多技术是在链上 你的交互层一定是在链下 一定是你的TCP协议的东西 不可能是你的链的协议的东西 哪个链能跑动 一个以太猫已经卡死到那了 不可能 所以我跟天龙说 我说天龙你那些 所有的暴风 那些所有的这些视频 能不能上 他真的是扯大 不可能 只能伸开 而且我们参考银行的标准 银行每天晚上 两点钟开始算账 以前我在用户 我在用户干了四年运营 我们每天晚上 三点钟开始统计数据 统计到早上五点钟 然后才通知用户 才展现用户 说头一天的数据 也就是说白天 我们是不同意数据 那个数据只是一个虚的 它不在服务器上进行运算 到了半夜两点钟 才开始统计 头一天的所有数据 银行也是一样 半夜两三点钟 开始统计头一天的交易量 交易的谁 所有交易数据 一样的 现在你要敢说 你的交易是分布式记账 你是实时分布式记账 你最多只能实时分布 那个提币和 和充币的那个记账 你只要不提币 不充币 你所有的那些数据 全都是中心化的 几个数在你那个 应用层的交互身上 就是个数 跟现在的交易所是一样的 晚上两三点 才能够去算那个分布式的记账 才能够这么统计 我觉得这样的话 其实你的TPS 不需要那么高 一太二十其实也够了 只要你不介意它的 盖使费 如果你介意它的盖使费 那IPM的那些 联盟链 那个是公开源的 公开可以用了 1000TPS 我们就用了 我们的暴风都是这么用的 所以我觉得 就大把可以选择 你不一定真的 非要把你的业务 全都放在链下 那都不可能 就是把你的绝大部分的业务 交互成的 全部都放在链下 这样速度是最保证的 这样的感觉是最舒服的 用户感觉是最舒服的 因为它是最完整的 最成熟的技术 链那个东西 就仅仅用于记账 我觉得目前 包括交易所 包括钱包 我们自己的钱包东西 已经做完了 不是一太的 是我们全部自己做的 但是那些东西 对于我们来讲 也就是一个简简单单的记账 我并没有觉得 它能够自身所有的事情 我是这样的看 谢谢 我们最后给一点点时间 因为待会 我们几位嘉宾要给大家发红包 然后今天是CSN 我反复强调 今天是CSN的会 然后呢 以及火星财经的会 来了很多 这个工程师的高手 然后这几个项目呢 你们都用两句话 到三句话 简单一下 描述一下你们的项目 然后呢 如果有兴趣的工程师 对他们的项目有问题 就可以担我治疗 然后大家发了红包之后 就知道你是谁了 好吧 我们从左边开始 第一个开始 简单介绍你的项目 然后我们面向我们的所有的工程师 我们的项目就是去中英化的加密货币交易 支付 不是交易 然后我们的目标就是说 从底层协议开始去定制 是我们的技术方案 然后我们在生态上是要做一个完全去中英化开放的生态 就是即使所谓项目方消灭掉了 这个东西也能跑 这我是我觉得价值最大的 还没有 还没有 我先介绍一下我参与了这个项目 CEC是一个第一个能够落地的跨境发行内容的视频网站 我跟暴风合作 所以我拥有暴风所有的矿机 CEDN 以及暴风的用户 我还跟另外一个中国第二大的票务网站合作 我拥有所有线下的票务 中国第二大的用户区 1.2亿 暴风刚才那个是2亿 我现在有3亿用户 说完了 好 请看高级贵贱 就是我们呢 也不是什么玩人 我们也不是什么天使 我们也不是盗帽爱人的恶魔 只是希望大家一起能变得更好 对吧 调侃谁都可以 但是改变不了牛熊的转变 每个人贡献一分力量 对这个行业都有保障 你认为你自己很牛逼 那你就在这个场子里去赚钱就可以了 对吧 所以这块呢 我们现在是可以免费送你解决方案 免费送你代码 然后给你提供流动性 所以交易所提供 对 就你们其实是跟恋善的竞争 我们谈不上竞争 真谈不上竞争 我们用过他的东西 我可以说到五分钟可以建一个交易所 他在随时 不可能 一周左右吧 一周左右吧 对对对 我等一下就五分钟 然后关键是 现在很多开交易所的人 包括开交易所服务商的这些人 说分控的 没有说到分控的真正本质点上的 说技术的 没有说到技术核心的 对吧 甚至敢开源代码的都没几个人 在中国来说 你还谈什么技术壁垒 中国的发展到现在依托于什么 中国未来的经济依托于什么 不是吹这个CSDN 不是为了捧CSDN啊 中国最不缺的就是技术型人才 美国第一大经济体 它每年毕业生技术输出人才是多少 中国是多少 未来的中国 对吧 这市场属于谁 市场属于人才 哦 谢谢 我们欢迎一切人才 谢谢 谢谢 这个前面讲得非常畸形同胎 那我输一下 我听上去 那个柏拉图在理想国里有描述 就是说 他觉得对人类社会最美好的状态 就应该是每个人各司其职 各阶层的人只要把 把自己 但只干最适合自己天性的事情 你把这样 你才能把事情做得最好 那这样才能构造一个 真正最完美 最和谐的社会 我觉得区块链呢 其实某种程度上来说 就是有这样的一些意思在 那YEX呢 作为一个新生的交易所 我们就是至少想 在我们自己这个交易所里 希望尽我们所能做成一个 每一个人真的都各司其职 大家共享利润的这么一个社区 所以就希望大家就是 好的项目方 就努力做好你们的项目 那一定会用来做第三方 专业评审机构 来专门希望公正地做评审 而我们做好各种支持工作 支持一切真的好 真正好的项目 与此同时 特别欢迎各种技术小哥哥们 各司其职 做好发挥你们最大的价值 来解救一下我 这产品做得不好 我又要被东书骂 怎么感觉今天一直在被放冷戒的感觉呢 对吧 怎么讲 我觉得就是说 作为我们交易所 那我们本质上来说 一 为所有的韭菜 为所有的用户 对吧 甄选好的项目 肯定是我们第一 就是非常需要努力去做的事情 那第二个呢 区块链 本质上说 它是一个就是 让大家更多的认识到了 区中心化这个概念 或者是说 未来我们会非常努力 或者是无论从技术 还是从其他的方面 更多的往区中心化的方面走 再一个呢 就是说 就像刚才就是 我旁边的美女说的 就是大家在每一个就是产业的面上面来说 它都是有非常就是说明确 或者是说非常细化的一个分工 那目前在这个阶段 其实它是处于一个就是初期的阶段 可能就是说在某一些方面 有一些不完善的地方 但是我相信在未来 大家就是说在各个行 各个就是说分工非常明确 并且有一定的配合的情况之下 这一块就是会做的 怎么讲 会做的越来越好吧 现在从大体的环境来看 其实整个行情 大家也能看到 其实一直都是处于比较下滑的阶段 但是市场的调节和就是 各方面外在的外在的一些影响 可能就是说让大家对于 整个行业会有一些不一样的看法 不过呢我觉得就是说 无论是对于好的项目 或者是说对于就是正在想要往这个方向发展的 发展的一些团队也好 或者是有技术的人才也好 其实静下心来做自己 静下心来做就是说 自己的产品 未来的话一定也会有就是更好的一些发展 我还是就是非常支持一些就是 比较踏实的来往这个行业发展的一些小伙伴 然后呢未来我觉得就是 作为我们交易所来说都非常欢迎在座的 或者是说有意向往这个方向发展的一些 区块链的项目和小伙伴 你都跟我们沟通或者是说 能给我们就是真正的推荐一些非常优质的项目 谢谢大家 谢谢施军队 我简单说一下 其实开始的时候就发现前面坐的三个交易所的人 声音是最小的 说的是最少的 其实呢我们是最受委屈的 干了最脏最累的活 然后呢往往被很多人误解成 我们是一个韭菜的收割器 其实错了 我们是韭菜的一个培养池 对吧 培养的目的是什么呢 培养的目的是韭菜活了我们才能活 项目不一样 项目可以把韭菜收割完它跑路的 交易所如果没有这些用户 我本身也是韭菜 如果没有用户 我们先死掉 韭菜可以死掉 对吧 所以其实对 大家不要被这种舆论的声音所误导了 交易所其实在这个生态里边 是最基础的 也是最核心的 同时又是最底层的 干了很多的事情呢 可能被大家长期说不理解 是吧 其实我们是在这个生态里边 最基本的土壤层的一些工作做了 我简单说一下 其实刚才说的有点不足啊 我看大家说的都给了我很多提示 其实我们CoinPay这边呢 为了选取更公正的好项目 那其实我们也下一个要做一个 不错的一个基金联盟 比较大一个基金联盟 让各种VC也好 各种比如社群的组织 各种自媒体 都代表各自的声音 来一起来决策我们整个 选择项目的一个标准 我们选择项目标准 你来不断优化 我在理解 势头理解 徐老师问这个项目 问交易所眼中的好项目的真实目的 是不是想问一下 我们眼里面判断 什么时候能买项目赚到钱 什么时候牛市回来 是吧 那好 其实我觉得我跟李承 有一个不太一样的观点 我不认为用户越多 这个市场就一定越繁荣 首先你说那些用户 互联网用户 游戏用户 它都不一定是交易用户 而且这些用户都是散户 我觉得下一波真正大行情来的时候 牛市的一个大标志就是机构 主团规模入场 所有的这些人 可能都是这些机构投资者的时候 我都好期待他们来 对 我其实举个简单的例子 比如说 美股市场也好 中国的A股市场也好 发展都超过了几十年 中国的A股在96年97年的时候 其实这个所有的登记账户 就已经过千万 一千八百万 到了两千万 到今天位置 也是其实也不到亿 亿这个级别的 但是整个资产的规模 整个资金的那个项目 这个市值的规模 肯定翻了不止一百倍 所以其实光靠用户 激战你的市场 不是一个真正 下一波牛市来临的一个标志 是什么时候 比如说这些主流的机构 用基金的形式 参与了这个数字资产的投资 参与这种高频交易的本身 是下一波牛市 一个标准的世界 谢谢 谢谢 Jason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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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